一个消费纠纷 在高雄市这位女子投诉 上个月她到淡水一个旅馆 去欢度七夕情人节 住的还是最贵的合景套房 但是晚上洗澡的时候 打开水龙头赫然发现 里面竟然流出了一堆小虫 她立刻向服务人员反应 不过对方跟她说 没办法改善 一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不只是水 还扮死一堆小虫 红的黑的在浴缸里爬来爬去 让李小姐和男友看傻眼 好然后我又拍到这边 这个都是 这个整个都是 很恶心 浴缸内至少数十只虫子 让李小姐直呼恶心 原来她和男友两人 上个月到淡水一间旅馆 欢度七夕情人节 没想要入住价格最贵的合景套房 夜间准备泡澡 但一打开水龙头 却发现流出一堆小虫子 真的好扫心 你连洗澡连蓬头 那个水里面或雪都是虫啊 你想到你怎么洗 打电话给她 她们的态度就是要住不住啊 她说 嗯 两千块 要的话你就住 不要我们也没办法 泡澡泡布成心情受影响 李小姐控诉 当时一开始跟服务人员反映 对方态度却漠不关心 最后她和男友两人完全住不下去 只好半夜退房 走在淡水街头找饭店 因为它上面我们水塔上面的盖子飞走了 所以它蚊子停留在那边缠软 所造成变成的那种蛆虫 夜间解释当天是因为台风天过后 水塔盖子被吹飞 蚊子在水塔缠软 才会流出小虫子 事后也已经请厂商彻底清洗 不过头一回住旅馆 遇到这么恶心的情形 让李小姐实在很难忘怀 中文新闻 林郑英王月芳 高雄新北市报道 自嫌弹